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 狮虎兽 狮子长期以来都被称为丛林之王 但如果从体型上来看 它们似乎应该被其一位近亲所取代 它就是狮虎兽 这是由雄狮与雌虎交配而来的大型动物 其肩部伸展可超过1.2米 身体长约3.6米 重量则是达到了惊人的544公斤 这可是相当于冰箱的两倍 三角钢琴的三倍 相比较之下 较大的纯种非洲狮可以长到3米长 重250公斤 因此 狮虎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 狮虎兽的巨大体型可以归结为一种特定的基因组合 它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 一头雄性狮子必须争夺繁殖拳 这样 它的基因才能促进后代的生长 确保它们存活 通常情况下 雌狮的基因会抑制这种生长 这样它就可以生下更多的后代 但老虎的基因倾向于生产单一的后代 这意味着它们不能抑制雄狮在后代中的生长基因 从而生下了一只巨大的狮虎兽 正因为如此 如果你让一只熊虎与一只母狮杂交 你会得到数量更多的虎狮兽 可悲的是 由于这种基因转换 狮虎兽和虎狮兽往往会有很多健康问题 通常无法存活到婴儿期 因为狮子和老虎没有自然重叠的栖息地 大型狮虎兽和虎狮兽只在圈养中生存 考虑到这些生物的巨大和攻击性 目前世界上只有不到一百只 第二种 灰北极熊 如果是雄性灰熊和雌性北极熊生下的 就叫灰北极熊 而雌性灰熊和雄性北极熊生下的 则叫北极灰熊 它们通常有二到三米高 重量在一百八十一到六百八十公斤之间 相比较之下 灰熊通常两米高 而北极熊则大约三米高 这意味着 它们的后代的身高正好介于它们之间 有趣的是 灰北极熊和北极灰熊能够生下健康的宝宝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因为大多数杂交物种都因为混合基因而导致不育 如今这些熊的确切数量尚不清楚 而且它们的确存在于野生环境中 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与狮子与老虎不同 灰熊和北极熊栖息地 在北极和美洲重叠 随着全球变暖 对北极气候的影响 它们相遇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多 因而开始自然的结合 并生育了后代 这对灰熊来说 或许不是好消息 因为这个新杂交后代 比灰熊更具侵略性和凶猛 第三种 鲸豚兽 鲸类动物和海豚也能繁殖出一些动物 1985年 一只雌性宽纹海豚和雄性维虎鲸在夏威夷潭香山海洋生物公园生下了一只鲸豚兽 被取名为可开马鲁 意思是来自平静的海洋 鲸豚兽是非常奇怪的生物 它们的头看起来像维虎鲸 但鼻子却更像海豚 它们的牙齿比直向上 看起来很奇怪 它们的身体呈现了钢铁般的灰色 非常奇特 这个肤色似乎是介于其父母之间 成年后的可开马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它长约4米 重907公斤 它的妈妈仅长2米 重180亿公斤 可开马鲁成长得很快 仅仅两年后 它就比自己的母亲还更大了 它现在已经完全长大 而且在2005年生下了自己的宝宝 第四种 淡红色的无毛鸡 在大自然里存在不少长相奇特和丑陋的动物 但它们同样是值得尊重的生命 但有时候 人类会故意培育出一些奇怪的动物 例如这样一种淡红色的无羽毛鸡 它是在以色列故意繁殖的 该物种是通过自然裸颈鸡与肉鸡杂交而产生的 那么 它们又是为何被培育出来的呢 它们被养殖得很好 可以避免在受冻后对它们拔毛 而且 养殖数百只毛茸茸的鸡时 它们会产生大量热量 鸡过热甚至死亡的情况 在拥挤的养殖场并不罕见 培育出这样的鸡 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 第五种 具有猴子基因的猪 通常而言 我们所知晓的杂交猪 自然是来自不同种类的猪 然而 科学技术有时候会带来更不一样的东西 在2019年 我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环境中 成功培育出了带有猴子基因的猪 这是世界上首例猪猴嵌合体 它的一小部分基因来自于实现猕猴 这么做 除了进一步了解基因技术 也希望能够让科学家们培育出用于移植目的的人体器官 然而 科学家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因为两只猪猴嵌合体在出生后的一周内不幸去世了 但实验并没有白费 猴子的DNA被操纵后 产生了一种明亮的荧光蛋白 因此 可以很容易地再猪的肝 皮 心和肺中观察到这些细胞 第六种 斑马驴 由驴和斑马杂交生下的后代 叫斑马驴 这种情况存在 但很少见 它的身上只有两片斑纹 这非常罕见 两个不同亚种 具有双清遗传特征或新遗传特征的动物之间 有计划交配产生的第一代动物 还有一种斑驴 是斑马与驴交配产生的物种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叫做斑驴的动物 是斑马的亚种 在1883年灭绝 而这里指的斑驴 是驴和斑马的后代 如同骡子 不能繁殖 专家认为 斑驴的叫法是不准确的 它应该叫斑驴兽或驴斑兽 第七种 混血骆驼 是一种由骆驼和南美大洋驼通过人工兽精而得来的混血骆驼 是1995年于迪拜的骆驼繁育中心诞生的唯一一只 因为骆驼和南美大洋驼的体型差异过大 大洋驼比骆驼要小得多 所以 通过自然手段 繁育是不可能的 混血骆驼耳朵的长度介于二者之间 有着像骆驼一样长长的尾巴和适宜沙漠行走的强壮的腿 但和大洋驼一样都没有驼风且有蓬松的长矛 由骆驼和南美大洋驼杂交而成 在色彩上它看起来很像骆驼 但是却没有典型的驼风 混血骆驼不仅可以养活 而且繁殖能力很强 它们均有74条染色体 迪拜的骆驼繁育中心一直以来致力于混血骆驼的繁育 它们希望这种混血能够在保留骆驼的体型 力量和忍耐力的同时 还能够拥有南美大洋驼的协作气质 首支混血骆驼出生于骆驼繁育中心 被命名为拉玛 然而不幸的是 拉玛长相非常猥琐 性情暴躁 而且完全没有协作气质 第八种 豹尸兽 1910年印度一家动物园繁育过一只豹尸兽 1959年 日本的一家动物园里 一只雄性豹和一只雌尸交配 有的人说是 事先把雌尸麻醉了 并不是自然交配 1961年 这只雌尸生了雄豹尸兽一只 雌豹尸兽两只 豹尸兽的体型 一般跟豹子差不多 只是雄豹尸兽能长出20厘米棕毛 最后的豹尸兽在1985年死亡 现在没有出生过的豹尸兽 因为尸 豹在野外是互不侵犯的 甚至是敌对关系 如果豹侵犯了狮子的地盘 就很可能会被杀死 即使狮侵犯了狮子的地盘 豹会因为受到威胁而选择逃离 所以在野生环境下 不可能有豹尸兽 因此 即使在日本那家动物园 也要事先给雌尸麻醉 才获得了成功 而并不是自然交配的结果 第九种 灰北极雄 灰北极雄应该是世界上 少有的自然完全杂交的动物 首次正式发现是2006年 一位国外猎人在加拿大 班克斯岛 萨克斯岛附近 猎杀了一只熊 这只熊的外表 很像北极雄 但毛色却又是浅棕色 后来通过DNA比对 发现 这是一只北极雄 和灰熊的杂交动物 自那以后 确认灰北极雄的杂交数量 增加到八个 而且比较有趣的是 它们都来自同一只雌性 北极雄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它们生活的区域来看 几乎不太可能有任何交集 最关键的一点 北极雄繁殖 喜欢在冰川上 灰熊繁殖 主要在陆地上 到底是如何进行杂交的呢 根据科学家解释说 出现这样的情况 完全是因为 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 导致北冰羊冰川融化 让北极雄无法生存 于是跑到大陆七夕 从而接触到了灰熊 它们成功地 进行了繁殖杂交 才诞生出了这样的罕见动物 第十种 山绵羊 尽管绵羊和山羊很相似 都是属于哺乳钢藕题目 牛科羊亚科下的一族 但是这两种动物 进行自然杂交 还是比较罕见的 2000年 在博茨瓦那农业部 却发现了这样的杂交动物 取名叫做山绵羊 它的外层皮毛粗糙 而内层皮毛 是毛茸茸的 拥有山羊式的长腿 和绵羊式的肥胖身体 山绵羊 相比较普通的绵羊 和山羊来讲 它们的适应能力极强 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 也拥有较强的耐受性 和抗逆能力 不过 虽然山绵羊 看起来很可爱 但是也存在一个 比较大的缺陷 就是无法生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 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 带给大家的世界上 最为罕见的 十种杂交动物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